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纪念表彰所有现身铁路的工作人员 交通部长林金生 台湾省政府主席林洋港 分别在大会中致辞祝贺 为了庆祝这个属于铁路员工自己的日子 铁路局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 园游会是比较吸引人的项目之一 内容包括有土风舞 合唱 拔河 歌星演唱 以及其他精彩的表演 使中年辛勤的铁路员工有个轻松愉快的假日 铁路局还举办了特展 开幕剪彩仪式 由林部长和林主席共同主持 随后并进入展览室观赏 我国第一条铁路是从庞山到旭各庄的一条长约九公里的运煤铁路 在光绪七年 也就是公元1881年的6月9日通车 而台湾最早的铁路是前清台湾巡抚刘明船 在光绪十三年开工兴建的 算算时间也有94年的历史了 而带头上路的第一个火车头 就是目前在台北市新公园内悠游临下的腾云一号 自从政府拨迁来台 台湾铁路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动力方面 从蒸汽车而柴油车 由柴电机车而电力车 铁路总长也从94年前的28公里 延伸到目前的1000多公里 其他如行车号制 运输形态 行车制度 甚至钢轨 桥梁 枕木的铺设技巧 也有很大的改变 这一切的变化显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也就是台湾铁路经营的最高指针 要快 要稳 要舒适 铁路特展可以说是百年来铁路的缩影 也是铁路员工既往开来的成果 为了改变这一百年来 现身铁路的无名英雄 可歌可泣的事迹 台湾省电影制片厂设置的上行列车 也在这个时候推出 作为向常年辛勤的铁路员工致敬的贺礼 由于铁路从业人员的不断努力 台湾铁路建设已成为贯通全省的大动脉 因而带动各项建设起飞 使复兴基地趋向更进步 更繁荣 祝福送给了你 你把怀念留给了我 下一次见面是还要记得